2020年 其实我刚 做完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宣传 就在年初一月份的时候 那今年一整年 其实就没有任何出国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还蛮有感触的是 我觉得生命当中那些 孰亲孰众 轻重缓急的次序的排列 有一点重新的被安排了 被自己安排了 当然其实因为我 一直以来工作模式 还是很喜欢多一点 留给自己的生活 这个也是这么多年的 工作累积下来 一直不停调整的结果 因为等于是17岁开始 第一部电影《蓝色大门》 然后到现在也18年了 所以当然在这个步调上面 曾经有就是非常积极的 想要跟不同的地方的电影工作者 合作 然后非常喜欢待在剧组 甚至喜欢胜过于待在家里 然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段很单纯 很纯粹的创作环境 然后可以认识各色各样的 非常有才华的电影创作者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密集的 也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创作 但是渐渐的就开始也调整不掉 也发现各种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更了解自己的性格 所以就变得生活比例比较重 但是现在疫情的发生之后 就开始觉得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开始可能会想 什么东西对自己是更重要的 那我就会在想说 哇好希望自己疫情过后 真的能出国的时候 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环游世界 对因为觉得 好像真的还不够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好多地方都没有去 好多人都没有接触过 好像就是窝在一个 都是去一些自己比较算是熟悉 或有一些安全感的地方 然后这个世界这么大 尤其现在疫情 你又更不能出去的时候 你就更开始会思考这个事情 就觉得我 我好像希望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更丰富 或更广的人 然后工作这件事情就会变得 就是真的是自己非常有兴趣的 然后当然一直以来 也是这样 但是那个比例上 我觉得可能更大的调整 会变成生活这一块 会变得更重 然后自己现在也开始有一些 去台湾的一些不同的地方走动 那都是以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 是完全不会有的机会 就连自己出生的这个地方 都很不认识 所以我觉得可能家人朋友或是留给自己 或者是留给生活这件事情的比重变得会比例更大一些 所以我一直说可能以前这个关系这件事情让我整个次序又有一次不一样的改变跟调整 我不知道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我每一个选择 然后也都是真的非常有感觉 而且是花很多的时间做足功课去做那个角色 可能一年真的只做了一步或两步 这都是这近几年来的一个步调 可是我发现 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 那个心思还是带着工作的 但是现在会变得比较 真的是在玩 或是真的是在看世界 然后工作这个事情变得 次序变得有点颠倒 就是那个工作的感觉就变得 哦 我留给 玩完之后的明天再来面对这件事 我不会在玩的过程里还一直带着这个心情 我觉得有点不同 然后 我或许 或许在这样的调整之后 我在工作上的状态也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也有可能 人要不慌张不焦虑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全然你完全 所有事情都几乎停摆的状况 你甚至不知道 你几乎是看不见未来的嘛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生命 有没有看到这么多无常的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一直不停在跟自己对话 有一段期间会觉得天哪 我好像好久没有拍片了 然后一算算一补过也才几个月 然后 就也会觉得天哪那怎么办 未来要怎么继续下去 可是每次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 我都会跟自己说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 在一些空白的时期的时候 会跟自己说的话 就是没有关系 你现在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准备 都是一个累积 哪怕你只是休息睡觉 都是你听着自己的心去做的准备跟调整 我就开始去 很多有兴趣的事情就开始想要做 比如说去跟别人学报时啊 或者是去露营啊 去真的爬一点小山啊 就是开始会有这些小小的活动 就是你就不会只是focus在 怎么办工作 哦那未来要怎么安排 不会再一直focus在这些事 反而就是把自己踏出去 所以也到现在这个 接近12月的这个时间 就才发现其实生活真的很棒 多才多姿的 我很全然的在 我不能可能是玩 可能是休闲 可能是学习 我不是在带着一个 哦 我好像过几天要准备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我在那个 在那些学习玩乐过程里 还是带某一个 某一个要准备的状态 我就是真的就是好好的去玩 好好的去学一个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好的 我不知道耶 我最近整件事情都 还蛮乐观的 我觉得人的各种情绪都很好 就是不管是恐惧的害怕的 或者是紧张的焦虑的 或者是你要讲的正向的 什么幸福的 快乐 我觉得都很棒 就是不要去 不要去太过于焦虑自己很害怕这件事情 或者是面对恐惧不要觉得它是无解的 就是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在很无助的时候 只要我有念头希望事情前进或是我相信它会好起来 我自己就有一个求生的本能 它就会想出办法 或者是突然我就觉得不行我现在要把它写下来 把我所有的问题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它就被罗列出来 一二三四五 然后你的逻辑就清晰了 你就找到了某一些线索 就有一些答案 就我的意思是 这些情绪都没有关系 就是当可是不要放弃说 不要放弃 因为你总是会找到解决的方法 你的生存本能 它会自救 让你想出一些办法去解决难题 我想要好好谢谢我自己 我前几天去露营 在夜里看到了满天云海 然后刚好是月圆时期 然后月亮非常非常的明亮 然后满天星斗这样 我就在一个大自然环境里面 我就看着这一切 我就觉得 我好想谢谢我自己 我很努力地工作 对待每一样我的作品 然后我不留遗憾的 我获得了现在 我拥有的生活 然后我又选择了 一些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有了现在 这一些的美景 跟幸福感 所以我想要谢谢我自己 就这一路走来的 所选择的一切 然后所忠于自己 可能面对 你可能在忠于自己的过程里 面对的孤独 可是你还是希望 能听着自己的心 然后走这条路 所以那天在山上的时候 就是看了这一切的时候 就觉得 好想谢谢自己 真好 晚安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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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